好,那我們就請這個第八組同學來報告這個Cup 3 囉 好,大家好,我們是第八組,然後我們要講第三個 那我們是第一個講第三個的吧 然後我們就一上來,我們就會先跟大家說我們滿災難的 因為我們非常的失敗 就理論上大家應該要看比較前面的數字應該都是沒有容許 然後慢慢在可能5到9這個區間應該是已經開始容許 這也是我們看到這個資料告訴我們的 那應該在就比較10、11、12後面就是Complete 直接就是容許 應該要整管看到是紅色鳳鱗 那我們非常的不妙 就是我們1到我們就很奇怪 就有些鳳鱗有些會做 然後到一路到9都是看不出什麼差別,真的 然後10,10還不錯,10可以看得出他整管紅色鳳鱗 但是到11、12的時候他又出兩分鐘 對 我們那時候在想可能是這個人有病 但是怎麼看也很奇怪 因為這個 這後面提出這些什麼 什麼白血病啊,慢性腐蝕什麼 就好像也不是這樣看 所以我們後來就不知道 然後就發現是我們組員在搞 就是他 大家要做這個實驗要上下這樣子 要翻這個tube 但是我們組員沒有注意到 所以就是我們組員的問題 然後我們下次會改進 我們訓練一下,謝謝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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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